我第一次带他们两姐弟 当我年轻时,我的妈妈给了我很多东西 我会把砂糖放在砂糖上 让它看似雲 她也购买了我一套油盆树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它 我的名字是葵杰姨 我也名为Emily 我十五岁 我从萱菲西亚大学的学生 我第一次带他们两姐弟 就参加一个慈善集团 我的妈妈带我和弟弟去 给予食物 给予食物 他们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印象 因为他们很愚蠢 但他们一直在笑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笑 然后有跟他们沟通交流 Emily有跟他们的 就是同样年龄的 或者比她更小的 会问一些简单的 比如讲说你喜欢什么呀 你喜欢做什么呀 所以发现到他们都喜欢那些 做手工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们有讨论 有谈过 然后会问说 你想要为他们做什么 然后他就有那个念头说 我想要跟他们分享 所以接下来的 那么就当做一个项目来做 是这样子 因为它毕竟是大了 我感觉到他们没有机会 做这种东西 他们都很愉快 你能看到他们都在笑 他们都喜欢自己 他们都喜欢自己 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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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橄标准 用橄标准 很多人是可能 第一次 因为你能看到 他们的手工 他们都会有不同的 我感觉很愉快 我会让他们在学习 因为 他们在笑 他们在握自己 我会觉得 我做了这个 我会有很多事情 也就是说他会继续 这个项目 也会继续下去 然后我看好 他会把它 扩大 因为毕竟他现在 已经在做 他有经验了 然后 开始着下一次的时候 他打算叫 他的朋友也一起来 What do I love for art? It's the creativity like you don't have to like just like like math that's just like this one method that you have to follow art is like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can use arklik paint you can use colour pencils you can use oil pestles soft pestles that kind of thing and you can colour whatever colour you want so that's like showing like your own personality through art whatever you can use i know you can use i know i know i know t